全球規模第二 也是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第48届阿拉伯医疗展 2023年1月30号到2月2号四天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最大城市杜拜开幕 有70多个国家地区 3000多个医疗健康相关企业参加 台湾在间隔了三年后 由福摩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迅速组团重返阿拉伯医疗展 而且参展的都是台湾最高端 最优秀的厂商跟业者 希望能扩大争取到全球医疗市场 跟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商机 这次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理事长徐景奇医师 快办中心主任黄峰毅跟副秘书长张淑林 也邀请高雄市立大同医院张顺敏医师 公关组长冯伟翰跟德威国际口腔医院 等多家医疗院所一起到杜拜参展 并且受到政府单位 卫福部、外交部跟驻杜拜台北商务代表处的帮忙 展现了政府对于相关产业的支持跟用心 活动当中 台湾驻杜拜台北商务代表处张志平代表 也亲自到台湾馆会场 跟每一家台湾厂商亲切致意 让现场的台湾同胞心里倍感温馨 另外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中山医学大学 助理教授亚瑟医师 以流利的阿拉伯文介绍台湾医疗优势跟特色 希望吸引更多的中东地区人士 来台享受高规格的医疗品质 跟山民水秀的旅程 记者肖又金、陈文旭、黄峰义 台中杜拜连线报导 对,对,对,对